那有些朋友說很像那個烤麵包機 把吐司放在這裡 然後打東西夾一夾 咔嚓 當一個人猝死倒下 沒有呼吸沒有心跳的話 四分鐘是黃金救援的時間 四分鐘腦就會開始缺氧受損 八分鐘就成定局 照著這樣的節奏就可以救一個人 這是我心中的名牌包 我今天真的是在剛剛終於拿到了 這不是一般的包包 這是AED 那我們今天就來做開箱初體驗 其實天一是從來沒有開過箱 但是很多的朋友都一直問我說 叫叫壓電 那個AED到底長什麼樣子 是不是可以單純就AED來開箱給我們看呢 當然可以 而且這是我的專屬名牌包 我今天就來分享給大家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AED有各種的廠牌 而且你在公共的場合可以看到 不管是在火車站 或者是在飯店 或者是在一些觀光度假區 甚至在機場你都可以看到這個東西 其實它連醫院都有 那我們醫生不是只有在用那種很龐大的電擊器 因為在醫院有的時候 還是有一些地方是沒有醫療儀器的 但是發生了這個狀況的時候 我們還是可以用AED 那麼我就要來打開它囉 那我們打開AED了之後呢 就會看到這個就是AED本身的主機 那有一些朋友說很像那個烤麵包機 的確是有點像 因為你把吐司放在這裡 然後把東西夾一夾 咔嚓上去就是烤麵包 不是它是AED 好這是主機 大部分的AED也都是長這個樣子 那AED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呢 就是一定要有一個貼片 那這個貼片 很多的廠牌 每一個廠牌的規格都不太一樣 那有一些廠牌有分大人跟小孩 那像這個廠牌的話 它是大人小孩都是長一模一樣的 那這個貼片 那有一些廠牌會分說 這個一定是要貼胸口上面 這個一定要貼 右上左下 左邊腹部上面的地方 但是有一些廠牌是 這兩個右上左下沒有差別 那還有我們會看到說 上面怎麼還有小朋友的樣子 然後是前後 沒錯 因為這個是大人小孩都可以用的 所以如果是八歲以下的 算小朋友的話 他就是貼前跟後 那我們怎麼分呢 你這個人倒下來 你怎麼知道他是大人或是小孩 其實很簡單 如果這兩個貼片 放在這個胸口上面 太滿太急了 那這個可能是個孩子 那我們就用前後來貼 那如果這個是一個大人的話 那就沒有問題 我就可以貼 這樣子 右上左下 這一包呢 他還送了我 什麼東西呢 還有送剪刀 那剪刀是什麼呢 就是 因為我們在急救的時候 我們都會要 剪開病人的衣物啊等等的 這個呢 刮鬍刀嗎 當然不是 因為有一些人會有胸毛 那胸毛的話 有時候貼AD 貼片會貼不上去 沒有辦法很好的傳電 所以可以幫他把胸毛刮掉 還有一個毛巾 因為有時候在溺水啊 或是游泳池旁邊發生的時候 這個病人身上是濕的話 我們可以擦掉 這樣子比較好貼 有時候其實會很緊急 連這個都忘記 沒有關係 直接把衣服扯開來 在打開AD的同時呢 我要來介紹我的另外一個男朋友 不是 是好朋友 安東尼 好 那這個安東尼呢 其實這個也是AD的公司呢 他們為了要讓大家 不要覺得害怕 因為我們其實平常訓練用的那個安妮 很大很沉重不好攜帶之外 其實有時候 因為他有那個張口的那個動作 有一些人會覺得有點恐懼 所以他們把他做的比較親和一點 不過他這個規格還是符合很像人體的感覺 所以這個安東尼呢壓下去的時候呢 是跟人的那個厚度跟那個硬度是差不多的 那我們就要打開 好打開AD的時候 會發現 其實裡面他非常的貼心 還是有做很多的標示 比如說他這裡就告訴你的步驟 第一個要先開開關 第二個貼貼片 貼貼片之外還要把這個插頭插上去 這個每個廠牌都不一樣 比如說像有一些廠牌的話 這個插頭 貼片的插頭其實已經插上去了 所以他一打開的時候 貼片是直接貼 不用再做這個插的動作 那他的第四個步驟呢 就是不要去碰這個病人 他做了一個不要碰這個病人的動作 然後第五個步驟就是按這個電極鈕 然後第六個步驟就是 30比2壓胸30次 然後吹氣兩次 那我們先不要管吹氣 我們一般民眾都先不要管吹氣 其實我們就是一直壓一直壓一直壓 那他這個很特別喔 就是AED他在大概壓了兩分鐘之後呢 他會再一次叫你不要再去碰這個病人 因為他要再分析心率看能不能點擊 好 那怕你忘記 所以在這一面呢 其實又再告訴你一次 這些步驟就是你要打開 然後他還有再告訴你說 欸像這裡有一個卡榫 他可以說這八歲以算就算成人的 就是我們剛剛講貼片的大小跟位置 那你如果轉成一到七歲的話 就是一到七歲的模式 這個還是有差別的 因為大人跟小孩的那個電極的電量啊 還有電極貼片的位置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現在就做一般比較常見的 你還是在大人身上的時候 你就把它轉到大人的模式 然後他再一次提醒你說貼片的話 如果是大人的話呢 就是貼右上左下 那廠牌的不同有不同的貼法 有一些是只要是貼右上左下就好 有一些是這個一定要右上 那個一定要左下就看廠牌 再來就是他告訴你說 那你要注意啊 遠離病人啊 然後不要碰病人 他在評估的時候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來按下神聖的按鈕了 好嗎 那我們就專心聽喔 成人模式 成人模式 對不對 好 右上 左下 切好了 遠離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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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電圖分析中 分析中 他說 需要進行電極 需要進行電極 那怎麼電極 他在充電喔 請按下閃爍的電極按鈕 可以電極的時候 通常電極按鈕就會好 我按下去喔 電極完成 電極完成 開始進行清肺複心速 好 然後我就開始進行 按壓胸部 30回按壓深度5公分 好 就是這個姿勢 這個步驟 好 這樣子就結束了 好 我們如果把這 現在這段影片往前推 從我開始開機 到他叫我按壓胸部 大概其實只有45秒 當一個人猝死倒下 沒有呼吸沒有心跳的話 四分鐘是黃金救援的時間 四分鐘腦就會開始缺氧受損 八分鐘就成定局 但是我如果都不會急救也沒有關係 我只要先找AED 然後呢我就按下開關 然後照他的步驟 我在第45秒的時候 我就會開始急救了 那就是來到了叫壓電的那個壓的那個動作 而且剛剛他那個嘟嘟嘟嘟嘟嘟 那個其實是給你步驟 因為你根本不會去算說 一分鐘100到120跳是怎麼算 你很緊張你根本算不出來 那他給你那個節奏也安定你的心情 那我們就是照著這樣的節奏 就可以救一個人 那今天的開箱就到這裡結束囉 這不是一般的普通包 這是我的AED